Hello 你好 我是劉奶爸 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下销售漏斗 运用在电子邮件上应该怎么去使用它 行销功能 自动跟进客户 所以这边销售漏斗主要是用电子邮件来做 销售漏斗的整个流程 不只是电子邮件可以做销售漏斗 包含脸书的聊天机器人现在也可以做销售漏斗 甚至是LINE的官方账号现在也有聊天机器人 如果说你要做到全自动化 而且功能比较完整的话 目前最方便的应该是发展比较悠久历史的电子邮件系统 自动回复性的系统 目前有一些Facebook的Messenger的聊天机器人做的也不错 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讲电子邮件 首先来看一下销售漏斗它的基本原理 就是从上面到下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漏斗的形状 最上面讲的就是流量 流量来源有很多可能是脸书的广告 或者是自然触及 或者是SEO的搜寻优化 网站帮你带进来的流量 被人家搜寻到的流量都算 不管都从哪边来都是流量来源 所以它这个开口是最大的 就是第一层 然后呢 这个第二层就是你引发它的兴趣 因为它看到你的文章 进到你的网站 然后看到你的各种资料 引发它的兴趣 最后来到第二层 那来到第三层的时候 它就开始在考虑了 想说你的东西服务对它来讲 好像它已经引发它的兴趣了 好像对它是有功能性 有作用的 可以解决它问题的 所以它慢慢的就跑到这一层 第四层来 它在考虑了 然后第五层呢 就是它在评估 它评估这个 你这个方案跟其他家的方案 因为你可能会有其他竞争对手 那你的潜在客户 他们也发现有其他的类似商品或服务 所以它正在评估阶段 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purchase购买 所以我们讲说销售漏斗就是从最多人 假设说一千人 你在第一层接触了一千人 甚至一万人 然后慢慢的人筛选到最后呢 可能只剩下一百个人 这个漏斗状筛选到最后 这是一个购买的流程 就叫销售漏斗 那销售漏斗怎么样去做 才能够真正的去执行它 我们这一节就来讲 什么叫做自动跟进信 所以我们讲的是电子邮件的运用 那现在如果你有去订阅我们这个网址的话 我把它点开看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我销售漏斗的第一层 就是我需要用这个网页呢 这个叫landing page 就是着陆页 或者是有人讲登录页 这个landing page去接触很多人 那很多人看到这一页 假设说这一页一千个人看到 然后他们看到这里面影片介绍 然后又看到这边一个现实 只有一天的时间 那有兴趣的人呢 他看完这个影片 他觉得他想要取得这个0元的折价代码 那他就可以去填入这个 他的称呼还有他的电子邮件 然后按这个按钮取得利用的折价代码 好那一旦他填写之后呢 就是第一层 我们就吸引到了第一层的访客 我们叫潜在客户 英文就是LED 那他一旦填电子邮件之后 接下来他会马上收到第一封信件 叫确认信 就是确认他的这个电子邮件是他的 确定他没有填错 他按了确认信之后呢 系统就会自动发给他第二封信件 那通常这个第一封确认信件呢 只是纯粹确认他的电子邮件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正确的 里面其实没有其他内容 那真正的第一封信件呢 其实是告诉他说 好我刚刚要给你那个折价券 包含在这个第一封信件内容里面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篇文章呢 其实是我写的第二封信件 也就是隔了第二天 隔了一天了 就是他填写表单的第二天 好我这封信件是这样写的 目前呢可以做到全自动销售的工具 就属email和部分的聊天机器人 例如Facebook的Messenger外挂 或者是LINE的官方账外挂 那最安全的工具呢就是email 因为我这个第二封信件呢 就是要给客户知道说 什么叫自动更进信 那这封信件我已经把它写在我的blog里面 也让大家公开去看到 并且我把它放在我的电子邮件里面 当成自动回复信的第二封信件 那这个第二封跟第一封呢 中间的相隔几天啊 是要我们在后台可以做设定的 那为什么最安全的工具是属于email呢 因为它的掌控度最高 只要我们拥有客户的email 就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与客户联络 而脸书呢和LINE的风险在于哪里 在于该平台的封锁 假设你的账号被封锁了 或者你传送的讯息被封锁了 这是有可能的 我想有很多人都已经遇到过 那你就没辙啦 因为脸书的平台是脸书的 LINE的平台是LINE的 所以它封锁你的账号 或封锁你传送的讯息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就好像这次的LINE官方账号升级2.0之后 它的群发的费用大幅增加 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但是电子邮件就是属于你真正的资产 我们要做客户关系管理 做CRM就是透过电子邮件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手机号码 这是你真正的资产 就是不用任何外力 你就可以跟他们联系 就是手机号码跟电子邮件 只有这两种东西 不用透过特别的平台 就可以跟他们做联络 那我们这一节讲的Email 自动跟进性的原理很简单 就是当用户填写表单之后 就是刚给你们看的那个表单 系统就会启用自动回复信件的功能 而我们可以预先写好每一封信件的内容 并且设定每一封信件 和前一封信件发送的时间的间隔差距 有些系统它可以到小时 那有些系统大部分是以天数 比如说第一封信跟第二封信 中间隔一天或是隔三天 可以由自己去做设定 那下面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电子邮件自动跟进 信件的范例公式 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需要这样 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懂的话呢 这个图刚好可以给你做参考 要注意的是呢 每一封信件所传递的内容 必须对客户有高度的价值 比如说教学的图文或影片 可以帮助客户去解决他的问题 或者是提供服务 让客户不会排斥 重点是不会排斥 会想要继续收你的信件 并不是说你每一封信 都发送一个大促销啊 大折扣啊 然后卖他东西 然后这种广告性质的EDM 这个就很容易被人家封锁 以电子邮件来讲 应该不叫封锁 叫退订 退订阅你的信件 那下次你再发信件出去的时候 群发的时候 他就不会收到了 以下图为例的话 我们在第一个图 就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个 up in 就是网页表单 让他填写 第二个图呢 就欢迎信件 就是送给他的第一封信件 中间有一个确认信件 我们就先把它跳过 我不谈 确认信件之后呢 就自动发给他第一封 欢迎信件 第一封信跟第二封信呢 中间要隔几天 是你自己去设定 这个图中他写的是第七天 那你给他的信件内容呢 是属于专业呈现 有价值的专业呈现 第十四天的时候呢 他又给他一封 有价值的专业呈现 那接下来到第四封的时候呢 可能他的专业呈现 改成了用影片的方式去做呈现 当然了 你的第一封到第四封 你要用什么专业呈现的方式都可以 图文的方式也很好 影片的方式也很好 取决于你的内容 需要用什么方式去做描写 对他来说比较方便 认识你的产业 而且让这个内容 更有更多的丰富性 以这个图来讲 在第三封信 或者是第四封信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把它导引到 引导购买的页面 比如说 我要把引导到 我的部落格文章里面 因为一篇部落格文章里面的 字数可能更多 素材可能更丰富 内容让访客看完之后 可以更详细的了解 你的服务是什么 然后再把引导到购买页去 让他下单购买 前面这几封信都是要做预热 建立信任关系 如果到第四封信件 他还不买的话 你之后还是可以发送第五封信件 来到这边 第五封信件 一样再继续做专业呈现 然后第六封信件 第七封信件 这时候你可能又可以再做一次引导购买 引导他去看YouTube的频道 或者是引导去部落格的内容 然后再引导到销售页去 让他去做购买 以这个销售load来讲 最上面进来的这边可能有1000个人 慢慢的筛选到最后可能只剩下100个人 那真正购买的人也许只有20个人 那使用email自动跟进性的好处就是 全自动 全自动 OK 因为我们这张图 它的流程就是我们事先设定好的 假设潜在客户填写表单之后 一直到第九封信 需要经过九天的时间 那你事先把这九封信都先写好了 所以中间的这九天 其实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只要让客户持续的看到你的信件内容 然后逐渐的建立新人感 就好像我们业务员去拜访客户 去拜访九次 每天去拜访一次的感觉是一样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有三个 第一个让客户去记住你 第二个让客户随时可以找到你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想到你的时候 他直接翻一下他昨天收到的电子邮件 或者是他今天刚好就收到你的信 他打开就可以看到你的联络方式 所以要记得在email里面要放入 人家可以方便联络到你的联络方法 不要连这个都没有放 那如果你真的忘记放的话 至少他可以回信给你 那你可以收到他的信 第三个就是建立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 没错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关系的建立 一旦客户相信你的专业 你提供的服务对他来说才有价值 否则你把自己说得再好 客户如果心存怀疑 根本不可能买单 尤其是价格越高的服务或产品 需要的信任感就越强烈 而自动更新性最大好处是什么 就是他全职的发送 所以这是销售漏斗最重要的自动化工具 这意味着一开始的努力 就会一劳容易地将您辛苦建立好的 所有信件在日后 由系统帮您自动发送 联络客户建立信任关系 而你在未来的日子 就会逐渐培养一群信任你的粉丝 你却不用做任何事 粉丝经济的时代 没有粉丝就无法变现 所以利用每一封信件的内容 和客户建立信任关系 就是更进性最大的功劳 下面这张图片就是自动回复信系统 Gear Response的设定 像刚刚讲的 我的第一封信件是 送给客户这个折价代码 因为我在他填写表单的时候 就已经承诺他 如果你填写这个表单 我们第一封信 就是送给他这个折扣代码 所以折扣代码在第一封信里面 就已经写了 然后这是属于第零天的发送 也就是说 他今天收到了邮件确认信 按下确认之后 第一封信件 就是折扣代码的这封信 然后隔了一天之后 这边有个1 隔一天之后 就会送出第二封信 什么是自动更进信 也就是你现在在那读的这篇文章 那右边这边的统计数据 就会显示 已经送达有几封 然后开信率有百分之几 就是多少人开的信 然后第二封信的这边也会秀出 已经有几封已经送到了 打开的比例有多少 所以这个数字是慢慢往下递减的 好 回到这张图 再复习一下 今天跟各位说明的就是 我们在销售漏斗里面 可以用的工具很多 但是电子邮件是从以前到现在 发展的最成熟的一种工具 鼓励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的话 一定要赶快去使用 因为累积越多的名单 就等于累积越多的资产 不管您在LINE的生活圈 或是LINE2.0的官方账号 或者是脸书的粉丝团 有多少的粉丝 或者是YouTube有多少的订阅 绝对不能够放弃的就是 电子邮件名单的收集 还有电子邮件自动行销的功能 那关于电子邮件行销的完整功能 我们会在线上开课平台里面 有完整的介绍 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线上开课平台的行列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